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不是通过前端转跑不过来的 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 咱们通过这样的软件来进行测试 软件进行测试的时候 如果我每次都是给你输入的图片验证码是正确的 然后我输入的这个手机号 我可不可以让它给我多发几条 是不是相当于会绕过这个机制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 我让这个页面 咱们让程序启动一下 好 我让它启动 启动之后 然后接下来 这个页面当中也有了 有了之后呢 咱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手机号 对于同一个手机号来说呢 现在呢我要去发送短信了 所以呢 我拿到了一个图片验证码 这个图片验证码的编号是多少呢 对应的是应该是ULBD吧 ULBD 然后对应的编号 我们在后端来去看一眼 这里面有一个相对应的编号 是它 好 我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放到这里面 放到这里面之后 这时候我去算了一下 算了一下之后 咱们来看一眼 放到这儿就发送成功了 发送成功之后 按照我们正常来说的话 那接下来我如果还是想给这手机号发送短信的话 必须应该在60秒 也就是说一分钟之后再发送吧 但是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后端有多这个限制吗 我后端没有这个限制的情况下 也就意味着说 我现在回过来 我重新再来换一个验证码 这是EVAD 换了一个验证码之后呢 我把这个值重新的再来填写一下 EVAD 然后呢 回过来 咱们来看一下 新的那个值是多少呢 新的那个值应该是这个吧 编号 竹片验证码的编号 新的编号我拿过来 新的编号我拿过来之后 我一放之后 我再来填写一下 这时候看一下 是不是又发送了一次 对吧 所以就相当于 你前端有可能会去验证 防止你连续在60秒之内点击 但是我后端没有做这个限制 我后端如果没做这个限制的话 如果一旦被人知道我后端接口的访问方式的话 他是不是就可以对同样一个手机号多次连续发送了 这是有可能的吧 所以那这时候呢 咱们怎么做呢 我们在后端当中 是不是也得把那个 防止你在60秒之内发送两次的一个东西 这个逻辑得加上呀 对吧 好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逻辑加上的话 怎么去加 我现在去想一下 应该怎么去做 你去想一下 能够在60秒之内发送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最起码得涉及到两次请求吧 应该是第一次发送过之后 我得把你的时间减记录下来 然后呢 你第二次再让我给你发送短信的时候呢 我得跟之前的时间是不是进行对比一下啊 如果时间小于60秒 我就不给你发送 如果大于60秒 我就再发送了 对吧 那你说这样一种记录 我给它放到哪啊 给它放到哪 你说我放到这个程序当中的话 如果放到程序 放到这个视图函数里面 那视图函数里面的变量 实际上是不是都是局部变量啊 你一次请求完成之后 视图函数已经完了 变量就丢了 所以放到哪比较合适 这一点是不是跟你的图片验证码呀 跟这个短信验证码是一样的 我应该放到REIT当中是最合适 我可以在REIT当中保存 而且我一旦放到REIT当中保存 保存什么东西呢 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我给你发送了一条记录 发送一条短信 然后呢 我就在REIT当中给你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 那有效期来说 实际上是可以让REIT去维护的吧 我就把你发送的那条记录 有效期给你设置为60秒 然后呢 也就意味着说 你接下来哪次 哪怕再来点击 让我发送这个短信的时候呢 我先去REIT当中看一下 你这个手机号 我之前有没有给你发送的记录 如果有 我直接忽略掉 不给你发送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我再给你发送吧 可不可以这样去做呀 可以吧 所以相当于 好了 我现在回回来 在REIT当中的话 我不仅要去存短信验证码 我还得要去存一下 我给你发送过短信验证码的 这样一个历史记录信息 那这个历史记录信息的话 咱们现在放到哪呢 应该是放到REIT当中 也就意味着说 我只要在什么中心呢 只要说在这个地方 一旦给你发送过这样的短信 那我接下来是要去记录啊 对吧 就关于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在 你在哪呢 我们完全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如果说EVE 与到的等于零 这是代表发送成功吧 我实际上说 可以在这里面去保存下记录啊 可以吧 但是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在这个自己保存记录的时候呢 我实际上还可以再往上提 往哪提呢 我可不可以在这个 保存短信验证码的时候 在这一部分 我既给你把短信验证码的真实值 给你存下来 我还要把 要给你发送的一条记录 也给你存下来啊 如果我放到这的话 那就相当于 不管最终有没有发送成功 反正你下次再点击的话 就得60秒了吧 是这样的意思吧 那我如果放到这里面 你觉得合不合理呢 有些公司是不是就这么做的 你点击了一下 发送了短信验证码 但是你半天确实没收到 然后你半天都没收到 哪怕等了半分钟都没收到的话 你还在想点击 是不是点击不了啊 就相当于你点击了一次 不管它有没有给你发送成功 你第二次点击都得60秒之后 咱们再点击了吧 所以那咱们也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式 我没必要说是给你发送成功之后 我再给你把记录记录下来 就相当于我只要在这个地方 前面全部验证完成 然后呢已经给你生成了一个短信验证码 并且把短信验证码保存下来的同时 我在发送之前就可以把你记录记录下来了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给它放到这里面了 这是保存真实的短信验证码 不请要保存它 还要保存功能 还要保存发送给这个手机号的记录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记录下来 然后呢 防止用户在60秒内再次触发发送短信的操作 所以我们在这加了 那么加的话 还是直接是要去使用redis store到中 往里面去贴求试据了 贴求试据的话 那你说选用什么样的类型来保存这样的记录啊 直接去使用字符传的类型是最合适的 文有别的东西 咱们直接选择字符传还是setes 那对应的话 我还在给你这个这条记录起个名字呢 比如说什么 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比如说咱们就叫做send smscode 再加上 反送号s 我可比起这样东西啊 就相当于这条记录呢 是我去记录了 我给你发送过短信 就给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把手机号给你放空过来 那这条记录实际上是有有效器啊 哪有哪个有效器啊 就是60秒吧 对吧 那意思就相当于 我一旦给你保存进去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再进入到这个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先去从哪呢 先从redis当中去查这条记录 只要有我就知道给你发送过 所以呢 不再发送 如果这条记录没查出来 那就代表从来没有发送过 我才给你发送短信 不可以做成这样一点呀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那个60秒的有效器呢 就可以不用咱们自己来回复 还是用这个相当于的redis 用它来维护有效器 所以呢 回过来 咱们还是给它放到常量当中 来进行保存 这是发送短信验证码的间隔 间隔 相当于把它叫做send SMS code 然后呢 将对应的 间隔的话 比如说inter 中间的一个间隔时间 间隔时间的话 那应该是60秒 那发送于4 所以我们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 放到 放到这 放到这个地方 要保存这条记录 所以呢 它的有效器 constance 当中的发送的间隔 然后呢 那它的数据值呢 这条记录的数据值呢 有效器 这个时间间隔60秒 我已经由redis来维护了吧 所以你说这条记录的话 我还用把它的发送时间 给它保存下来吗 说不需要了 我们刚才说了 咱们最近的应该一个过程 就是说 你第一次 你第一次点击发送的时候呢 我可以记录下你的时间 你第二次再点击发送的时候呢 我拿这个时间跟之前时间 进行对比 来进行操作吧 来比较时间 但是我们说了 现在这个时间呢 间隔不是由我们来维护的了 我们完全可以依赖于redis 由它来去维护那个60秒的间隔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在去保存的时候呢 就可以不用再次去保存 对应的那个时间了吧 咱们是不是可以给它 随便设计值啊 比如说设置为1 可不可以啊 我给你保存一个值 就代表说 只要有这条记录 就意味着 肯定现在在60秒之内 我给你发送过的短信 如果没这条记录 就代表我60秒之内 从来没给你发送过东西吧 就这样这句说了 所以咱们就给它设置到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相当于保存了 保存完成之后 那我们现在回复出来 是不是还得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给你发送之前 来进行对比 见证啊 对吧 那咱们可以放到哪儿了 可以放到哪儿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咱们可以放到哪儿了 首先先去这个名义上来 先去校验这个图片验证码吧 判断图片验证码有效期 然后呢 一旦判断完了之后 把图片验证码删掉 然后呢 再来去判断一下验证码是否之前写正确 如果验证码是天写 天写这样的不正确 我给你返回 如果天写正确之后呢 我实际上说 在这个地步 才开始去进行发送短信逻辑 是先去判断手机号 然后呢 再去生存短信验证码 再给你发送码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判断你手机号 我已经给你发送过了 可不可以就放到这儿了 我先把你图片验证码逻辑验证完 验证完了之后 我在判断你手机号之前 我先看一下 这手机号我有没有处理过吧 如果手机号我已经处理过 在60秒之内处理过的话 我就不做处理了 如果在60秒之内没处理过之后 我再判断手机号有没有出错过呀 然后再给你生存短信验证码 再给你发送短信码 所以咱们可以给你放到这儿 所以在发送短信手机号之前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判断 对于这个手机号的操作 在60秒内有没有之前的记录 如果有则认为用户操作频繁 不接受处理 就相当于我们在60秒之内呢 不允许再进操作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进行对比的话 实际上是不得从专项当中往里拿记录啊 对应的ready start当中我要去拿了 那刚才我们存放的这个记录呢 是使用的资不算类型 所以回过来 我再去拿的时候呢 也对应的是资不算类型 那对应的键呢 是这条代表是发送的记录 所以我们把它拿过来 我也要通过这样方式来去尝试去取一下mobile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那我取出来这个结果呢 比如说就是代表是send的发送的black 发送的标志 这些东西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那我去记录下日常信息 这是关于这样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异常信息的情况下 我用体现中止吗 不用吧 是不是可以继续往下走啊 那相当于else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出现异常 没有出现异常的话 那我这时候就可以判断是send的flag了吧 对吧 如果说只要send的flag 它is not a none 只要不是为none 是不是代表可能取出记录了 只要有这条记录 就相当于这不是none的话 对应的值是不是我之前存在1啊 所以你可以跟你比较 也可以跟none比较 只要不是none 表示之前 在表示在60秒内 之前有过发送的记录 所以只要有这样记录的话 我就不再做任何处理 直接给你返回 json file当中error number 对应的ret里面的 我们来看一下 ret当中有什么样的错误信息呢 这里面有一个 你比如说是非法请求 或者请求速度出现吧 对吧 咱们就可以选它 requirereq error 所以回过来 应该是ret当中的require error error message 对应的 比如说是 请求过于频繁 请60秒后 重视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这时候我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咱们回过来 就可以让程序 再来去教育一下 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之后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我先把后端的这一样的所有数据 flash一下 flash out 清除 清除之后呢 case清理面是空的 然后呢 咱们在这边去重新刷新一样一面 让它去生成一个图片验证码 这应该是op56吧 咱们看一下 case清 然后get一下 对应的这个值 出片验证码 应该是op56 所以回过来 我对于刚才的 还是咱们同样的一个手机号 对应的值应该是op56 然后呢 相应的这个编号 是这个编号 我们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咱们放到这 然后接下来去send一下 发送一下 发送一下 发送成功 然后呢 咱们紧接着来 我马上再给你换验证码 应该是kahs吧 我们现在看一下 新的那个值 emage code 是这样的 拿下kahs对应的这个是编号 拿过来 然后呢 我不换手机号的情况下 直接把编号换一下 换一下之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 应该是kahs 然后呢 现在呢 还是在六秒之内呢 我send一下 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过于平凡 六十秒之后重试啊 所以咱们把这东西 也给你加上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